民眾大概有4.4% 有這個眼皮黃斑流的問題 有眼皮黃斑流的人 跟沒有的人比起來 他出現動脈硬化啦 缺血性心臟病 或心肌梗塞的機會 已經多了四到七成這麼多 就是一些心血管的問題 或是心臟的問題就對了 對 而且死亡率就增加了一成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天 如果啊臉上有某一些的徵兆 竟然要小心 可能有心臟病心臟問題 因為心血管疾病 它一爆發 有時候完全來不及 我們又很難直接知道 心臟健康到底好不好 所以呢 從皮膚來觀察這些 細微的徵兆真的是太重要了 我們歡迎張醫師 大家好 醫師 我要先來請教一個問題 有一種東西叫素粒腫對不對 那個可能還可以用擦藥 或者是雷射這種方式來解決 但有一種叫做 眼皮黃斑柳 是不是它長在眼皮 那它又可能伴隨一些 比如說高血脂啊 高膽固醇的問題 像我們的蔡總統 蔡英文總統 他之前也是因為這個東西來開刀 那想要請醫師來幫我們解說一下 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眼皮的黃斑柳 是出現在我們上下眼皮 以及內眼角附近的 黃色斑塊 那因為它是相當的明顯 所以很多民眾都非常在意 她的美光問題 那曾經有一位 55歲的女性來找我 她非常在意她的黃斑柳 那我就直接問她說 請問你有高血脂的問題嗎 那因為事實上在黃斑柳的患者當中 有一半是有高血脂的問題 但是她告訴我她沒有 然後又強調說她也沒有家族的遺傳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後來呢 在我詳細追問之下 其實呢 她是有嚴重的心臟病 而且已經有五年的時間了 那確實呢 在大型的研究裡面 發覺到說 我們民眾大概有4.4% 有這個眼皮黃斑柳的問題 有眼皮黃斑柳的人 跟沒有的人比起來 她出現動脈硬化啦 缺血性心臟病 或心肌梗塞的機會 已經多了4到7成這麼多 就是一些心血管的問題 或是心臟的問題就對了 對 而且死亡率就增加了一成了 很多欸 對 所以其實 我們民眾當然非常的在意 黃斑柳的美觀問題 那這個是可以透過像 雷射啦 點化學性的藥劑 冷凍治療的方式來處理 可是這個黃斑柳底下的 心血管的風險 可就不是那麼簡單可以處理 因為當我們發覺到 這個黃斑柳的時候 也代表說我們的血管 動脈硬化的過程正在進行 而且甚至它不見得 可以直接跟高血脂有關係 因為在研究裡面發覺到說 這個黃斑柳本身就可以 直接預測心血管的疾病了 所以我會建議有 黃斑柳的民眾的話 應該要多檢測 代血症候群相關的一些指標 血糖 血脂 那血壓 腹圍 那以及 胰島素阻抗的一些指標 那並且呢 開始調整我們的 飲食營養方式 腹圍是指說腰圍多粗這樣子嗎 對對沒有錯 女生的話呢 是必須要小於80公分的 男生小於90公分 如果說你是超過這樣的數值的話 代表你有腹部肥胖的問題 那是不是跟那個內臟脂肪有關係 對 它是能夠反映出我們內臟脂肪 來自於說像脂肪肝的一些嚴重程度 沒有辦法只用藥物來處理這種代謝的問題 必須要透過減少 高油 高糖或高升糖的飲食 那並且呢 減少這種不動的生活型態 開始規律運動 我們也才能夠真正改善 這個代謝症候群 然後降低這個眼皮黃斑瘤的一個問題 當然更重要的就是 要能夠預防以後嚴重的心血管疾病了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我有眼皮的黃斑瘤 然後我把它治好了 但是我的代謝的問題沒有治好 那還是有可能發生這樣子 沒有錯 而且有眼皮黃斑瘤的民眾 常常會抱怨說 即使給他點化學藥劑 冷凍治療乃至用雷射治療 可是效果很慢 而且常常在復發 其實也造成醫師在治療上 很大的一個困擾 因為眼皮黃斑瘤 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皮膚疾病而已 它牽涉到我們高血脂心血管疾病的一些病理過程 需要全方位的來治療 那學到了 大家可以照鏡子趕快看一下 如果你有看到這樣子的皮膚异樣 真的要多注意 是不是可能有心血管那些問題 好 那提到心血管疾病 其實很多醫師好像都會講一些 保養心血管 保養心臟的食材 其中一樣絕對少不了蔬菜水果 幾乎十個醫師裡面九個半醫師都會提到蔬果這兩個字 那蔬果飲食好像是可以抗發炎 抗氧化 甚至可以抗癌對不對 嗯 對 如果說你超過了40歲 可能就開始發覺到說 我們臉上的皺紋 那皮膚鬆弛以及黑斑就越來越多了 而且你會發覺自己的臉部的老化 好像比同年紀的人還要更快 那其實呢 這個是因為我們皮膚長期在這種 自由肌的攻擊之下 而導致的皮膚老化 但是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多的這個自由肌呢 其實有兩個重要原因 那第一個的話 當然是紫外線 如果我們民眾呢 沒有這個防曬的習慣的話 那長期的紫外線對皮膚的傷害 確實會導致皮膚的老化 但是第二個一樣重要的就是 我們的飲食營養如果失衡的話 也會導致我們的自由肌累積 並且呢導致皮膚的膠原流失 促進黑色素的這個形成 所以這個時候該怎麼辦呢 事實上蔬果就是改善我們皮膚老化 很重要的救星了 我們的蔬果當中呢 含有豐富的維生素C 維生素A 眾多的植化素 包括類胡蘿蔔素 花青素 這一些植化素 他們都具有相當不錯的 掃除自由肌的功能 國民健康署其實已經 鼓勵我們國人呢 天天五蔬果 但是呢站在 愛美的醫生的立場 會建議你要 天天七蔬果 甚至是九蔬果的量 有說那個蔬果五七九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要是九這樣 對 但是呢只有兩成的民眾 能夠做到天天五蔬果而已 所以 我就做不到 沒有錯 特別我們上班族是外食族 那再加上比較沒有皮膚營養學的概念的時候 對啊 其實連五蔬果都做不到 那這個當然會直接導致皮膚提早老化 我要多注意 沒錯的 那如果站在醫師的角度 有沒有特別推薦的蔬果 就是比如說種類啊 或者是可以怎麼樣去攝取 怎麼樣挑選會比較好 我特別推薦含有高膳食纖維的蔬果 那當然包括蔬菜 綠葉的蔬菜 那水果的部分我會建議 升糖指數比較低的水果 就是那個低GI值的 對 像是 檸檬啊 芭樂 蘋果 這一些 為什麼呢 因為在皮膚醫學上有一個新的發現 我們叫做 也就是說 我們要能夠有好的皮膚的話 首先要有好的腸胃 那還有 好的大腦 那我們為什麼要吃膳食纖維呢 因為這些膳食纖維 就是幫我們養腸胃裡面的好菌 這些好菌能夠產生好的代謝產物 一方面能夠改善腸道的免疫 以及全身的免疫 一方面又能夠調節我們的腦神經 自律神經的功能 而最後我們就能夠擁有好的皮膚狀態 難怪人家說那個腸道好人不老 就是這個原因嗎 這其實是很多愛美的民眾沒有去想到的事情 雖然我們用一些皮膚的保養品是會有一些幫助 但是很重要還是要透過腸腦皮膚走的這個調節 真正讓你的皮膚能夠達到抗老化 美國的研究其實也發覺到 如果我們每天能夠多攝取10公克的膳食纖維的話 抗老化指標端力就能夠有效的延長 這將帶給你年輕5.4歲的一個效果 很多耶 對 有時候狂擦保養品可能都還 擦三個月還不見得有效 沒錯的 那我讀醫師的文章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醫師說番茄醬也是一個皮膚的抗老秘方 這讓人家很好奇真的假的 沒有錯 其實番茄醬也可以是皮膚的救星 因為根據德國的研究 發覺到如果每天吃了40公克的番茄醬 那裡面還有β胡蘿蔔素 有茄紅素 還有葉黃素 這些的話 在幾個禮拜下來 能夠增加我們皮膚的彈性 並且減少細紋 其實番茄醬是非常尋常的一個食物 那好好的利用 就能夠提高我們皮膚的抗氧化能力 並且帶來皮膚抗老化效果 但是我必須要提醒我們民眾 因為常常的番茄醬是添加糖跟鹽 感覺好像很容易變胖 還是怎麼樣 沒錯 所以我還是鼓勵你能夠吃新鮮的番茄 所以自己做番茄醬也OK 把那個大番茄那種然後切丁這樣子 對 那當然呢 因為它裡面的這些類胡蘿蔔素或維生素A的話 是需要一些油脂來幫助吸收 而我最推薦的油脂就是兩種 一種的話就是橄欖油 在地中海飲食裡面的這種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能夠幫助我們維持好的皮膚 那另外一種油的話則是魚油 Omega 3不飽和脂肪酸 它也能夠改善我們的痘痘瘡 然後帶來光保護的作用 又能夠幫助維生素A 類胡蘿蔔素的吸收 所以我們真的要提醒大家 不要聽到番茄醬 就是趕快跑去買薯條啊 雞塊然後沾番茄醬 那個可能不太有效 還是自己吃那種天然的圓形食物 會比較好就對了 對的 其實呢我們的血管呢 它真的每天都在老化 但是我們卻沒有辦法直接看到說 我的血管有多老 那今天我們就了解到啦 如果你想要保護你的心臟 那讓自己維持年輕的話 真的不要錯過 有醫師說的高膳食纖維的天然食材 然後有多種營養素均衡攝取 那也不要忘記觀察一下 自己的臉部暗藏的一些心臟病的徵兆 希望大家的心血管都是越來越健康喔 今天感謝醫師的分享 謝謝醫師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 如果你喜歡早安健康的影片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 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才會收到我們的最新通知喔 謝謝 感谢观看